你也是 我是杜小艾 这个珍珠也蛮大的 它很大颗 很大颗的珍珠 而且每一颗都很圆 这是一个很好的南洋猪项链 首先第一个 我们在选择南洋猪项链的时候 像这种项链一般来讲 很多人因为价位的问题 会有稍微歪歪的 或者是水滴形的 它会把尖尖的朝后面 然后圆的不像朝这个地方 为什么 你戴起来的时候 那个尖尖的朝后面看不清楚 然后圆的朝前面就看到 感觉在每一条都很圆 对 那种价钱比较便宜 那这个是正圆的 对啊 这个很圆的 这是正圆的 而且它的净度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虽然不是干净到不得了 但是很干净 它的光泽也很好 对 很好 那这个最大的 最大有16mm 最小的是13mm 它总共有31颗 所以它亮度很好 亮度很好 很整齐 很整齐 很白 这一串 是啊 说不定比肚子 那个肚子的嫁小肚子 不会说有什么吃亏的感觉 但的确不能否认 以前曾经南洋猪 有叠价很严重的时代 不过现在 跟各位说 现在南洋猪 慢慢慢慢的起来 其实很大的因素 是因为中国的因素 中国的因素 对 以前我们 这中国人 以前喜欢买那个 爱用国货 买那个淡水珠来带 后来现在有钱了 他发起到国外去 人家都不带淡水珠 人家带这个南洋猪 以前南洋猪叠价是因为 淡水珠大量生产 就大家都买淡水珠 南洋猪叠价去配合它 现在我在猪宝展 曾经看过 一个摊位有南洋猪 第二天 他写瘦完 全部卖光光 哪有猪宝展说 去一个摊位 整摊被人家买光光的 大陆的大妈 揪团 整个人买光 厉害吧 那这种南洋猪 好的南洋猪的确 现在要找到不容易 因为为什么 还有地球暖化的关系 还有很多的 这个海底的因素 农场的管理 反正那个产能会越来越吸收 越来越少 对 那像这样的猪皮 这么厚的南洋猪 这么干净的南洋猪 串了 真的越来越少 这有16mm 很大的 我们先来建价 请建价 62万元 哇 超想象 你刚刚才对姿的假装 对 我们是抓平均数 大约一颗给它抓2万 其实2万可能是低估 但是因为 这个珍珠它有穿过了 假设它是圆珠的 就是是界面的话 那这样一颗行情 平均来讲 一颗要5 6万块 那因为它穿过了 所以它价格会比较低一点 那一颗差不多2万 有31颗 这62万是这么来的